欢迎大家,今天要来拍摄这个Coco一番窝 其实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吃辣的 听说这间店卖的咖喱好像也蛮辣的 就是有分辣度这样子 日本有卖斯等的辣度 但是由台湾卖的只有五度而已 所以就只买了这个五度来试试看我吃的 能不能吃一下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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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吧 又感觉到太辣了 其实蛮不错的 就吃起来 再吃一口 嗯 好吃 应该说它的辣度 我是可以接受 嗯 我本来是想说 就是拍这个啦 就是要讨这样 不喝水 应该说什么都不喝 然后把它吃完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啦 很有知心 然后再慢慢吃咯 的确其实 五度也蛮辣的 这个客观来讲的话 它是辣的 然后再吃这个是 猪排 其实我听说其实 吃辣的话应该要 最好是在吃之前 店一点东西 那之后的话 那个胃就不会那么辛苦 我都算是 我打底应该就是早餐 好 它的确 的确有点辣 嗯 很好吃的 但是 来台湾上年 但是 吃了辣好像都没有感觉的好辣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吃那么辣的东西 我真的会忍不住想要喝水 但是我要忍住 我真的会忍不住想要喝水 但是我要忍住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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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进去之后 是整个舌头都是 麻麻刺刺了 它真的看到我的脸都变红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 不能吃辣的 朋友应该 不要那么自愿 好 看里面还有 茄子 这个算是我 最喜欢的 蔬菜之一 哇 我今天要休息 休息一下 我今天要休息 休息一下 回来了 我没有喝水 我没有喝水 我只是 要那个 要那个 胃休息一下 可是 发现它一直在 消起来 哈哈 哈哈 那说到咖喱 很好奇 大家是 就是所谓的 半不半拍 我每次看到别人就是在讲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很有趣 哈哈 那是可以看到大家吃饭的习惯 或者是做人类的 对不同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趣 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搬 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搬 刚才有看到就是我直接 搬上去 但是都没有在搬 就是它怎么样拿就怎么样拿 所以可能有一些没有张到 所以我不一定看这个影片 有一些如果是一定会搬的话 一定会说 哈 现在没有搬 但是我没办法 好像不喜欢搬 看 好吃 嗯 嗯 等到我吃完这个之后 终于知道自己的 长度到哪里了 好不容易 哈哈 而且就是 一段时间内一定不会再吃这个 哈哈 哈哈 我没有说不好吃 我没有说不行 但是就 嗯 所谓的 为了自己的味 遮伤 嗯 不能吃太多辣的 我真的没有不行 嗯 嗯 还在带这样听 哦 吃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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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